西方世界是历史学的国际化构成了现当代美国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历史学的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从根本上来说是当代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一种反应 由于美国独特的国际地位 频繁的对外交流 极多种族多国别的研究队伍 但是这一发展趋势令人瞩目 无论是从贝林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项国际性事业 1980年历史协会主席江招的历史学的国际化的演讲 还是颇具开放性的美国历史协会的构成 都可以看出这种发展的态势 美国历史学的国际化 还可以从欧美史学的河流中寻起原因 考察近百年来西方世界发展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状况 即早年深受欧洲影响的美国史学 后来居上 一些新与欧洲的新理论性方法的总之 如何在美国的土地上落叶开花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 新史学潮流的大洋避岸回流 既有利出境了美国史学的发展 也推动了历史学的国际化 而然后这种进程呈现出异常的加快速度 然后这次欧美史学的河流 无论在其规模还是内容上大 大超过了前一次 从而也就更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史学的国际化 当代美国史学的国际化趋势 依然在增长 美国史学家与欧洲史学家的交流和影响受益匪浅 美国史学家不断开拓新的渠道 进一步与非欧洲的世界性的国家进行交流 更重要的是随着世界主义的研究 趋向于全球时光的升行 促使美国史学家在史学思想上 有种族地域观念向全球性观念的转变 整体性的综合研究 宏观比较研究 跨国界研究等获之欲出 历史研究正朝着贝林所说的国际性事业方向发展 这种史学发展的态势 虽然不只是美国独有 确实在美国最突出的 感谢关注西方史学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